高雄市长韩国瑜30号在出席活动时 即兴唱出一句 我坚持不考虑2020 韩国瑜当晚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态 要旅行对高雄的承诺 引起岛内各方关注 韩国瑜是铁了心不考虑参选 还是仍然留有余地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峰 唐惠林有独家观察 韩国瑜日前率团参访港澳身下的经济之旅 取得阶段性丰硕成果 然而在他参访期间已经回到台湾之后 民进党当局和绿营却对他群起公知口诛笔伐 本周台湾大话王 为您梳理绿营上演的一出出 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戏码 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美国 特朗普怒了 本周五他表示 可能会在下周关闭美墨边界 30号美国国务院宣布 将切断对中美洲的萨尔瓦多 威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三国的援助 特朗普政府是否要动真格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 为您带来深入分析 海峡新干线两看世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陈本南 选好赞六贵符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 居民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高雄市长韩国瑜30号下午出席一场爱心演唱会 面对媒体追问是否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 他激信唱出 我坚持不考虑2020 让在场的媒体颇感意外 当天深夜 韩国瑜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就这四年时间 他会让大家看见他履行诺言的决心与毅力 让大家看见高雄的成长与改变 韩国瑜的贴文瞬间引爆了台湾的网络 先前已经表态参选2020的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王津平给韩国瑜的贴文点赞 留言说韩市长永远听你大力支持 作为蓝营目前呼声最高的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人选 韩国瑜走到哪 选不选2020的追问如影随形 尤其在韩国瑜日前率团参访 搞深夏拼经济 取得阶段性封锁成果后 外界劝禁声浪愈加高涨 30号韩国瑜的即兴回应再给这一话题添一把火 其实大家更期待 因为很多人都想要拱你选择 你怎么老是讲啊这个 你都被老是问的 每一天问 你很累的 我们唱首歌吧 过两天请大家喝个啤酒聚一聚 好不好 好 谢谢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坚持不考虑2020 白天唱着说不考虑 到了晚上 韩国瑜患上了严肃的语态 在社交媒体上以人所能负的责任 我必能负 人所不能负的责任 我亦能负为题 分享当前的心境 韩国瑜在文中说 只要为了高雄好 所有难关 我会一肩挑起 就算亮亮腔腔 步履为肩 也会一步一脚印地走下去 就这四年的时间 我会让大家看见 我履行诺言的决心与毅力 让大家看见高雄的成长与改变 在文章的下面 韩国瑜还分享了 他接受岛内某杂志的专访视频 与文章相呼应 韩国瑜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 不但引发岛内网友纷纷留言支持 也引来已宣布参选2020的台立法机构 前负责人王金平点赞力挺 王金平写道 韩市长永远挺你 大力支持 韩国瑜30号唱出的这一句 坚持不考虑2020 以及社交媒体的发文 是不是说明他不会参选2020 外界有不同解读 不少国民党籍民意代表认为 韩国瑜讲的应该是真心话 他真的不想选 而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31号则表示 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近期会去跟韩国瑜肯谈 在有结果之前 大家不用做太多的揣测 都还言之过早 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31号也表示 韩国瑜选或不选2020 变动性很高 民进党会按照既定的初选机制运作 来提名候选人 不会因为这些不能掌握的因素而改变 看来韩国瑜会不会选2020 恐怕短期内难以见分析 不过韩国瑜没有把话说死 也让台湾舆论有了新的思考 其中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是否有可能与韩国瑜搭档 参选2020 越来越多被人提及 中国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 谢龙介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 从郭台铭最近的动作来看 要参选2020绝非空学来风 对于郭台铭就是韩国瑜口中那个大条的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30号晚也做出了回应 连据报道 郭台铭31号在脸书发文 谈及鸿海集团内部举办的人工智能大赛时 在文中标注 选举不能成为唯一的寄托 要和世界拼搏不容易 大家一起做实事 接下来我们就这一话题 要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广一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主播 感谢一华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乐华 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话题 昨天韩国瑜又是唱歌又是发文 综合起来看 王社长您觉得他这样算不算是已经表明了 不会参选2020 还是说仍然留有余地 我小的时候 我陪着我父母 比如说陪着我母亲烧稀饭 煮稀饭 我就有一个经验 这个稀饭 你一定要看所有的米粒飘上来 而且每个米粒是破掉了 开花了 开花了 而且那个米浆要蹦出来 然后这个米汤要成为一种混沌状态的时候 它才是完全熟了 而且这样子的稀饭才是好吃的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韩国瑜虽然昨天 这个让人吃了一惊 发表这样的一个 就是唱了这么一段 就是说他坚持不选的这样的一个话 可是我认为呢 这个稀饭还在煮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完全煮熟 那换一句 大家通熟 通俗比较易懂的 就是子弹还在飞 我个人的看法还是需要观察 那我另外一个观察就是说 我们虽然从很多的迹象显示 蓝营的几位太阳 包括朱立伦 王金平 甚至于包括党主席 吴敦义这三位先生 很多迹象看出来 有的人好像感觉 一直积极在运作要选 那有的呢 又好像已经失去了 他的一个企图心 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说我的感觉 还没有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说要选的 他未必真的要选 说不选的 他未必真的不选 所以我认为这四位 包括韩国瑜在内 可能子弹都还要让他 再飞个两到三个礼拜 再来论定 可能会比较可 比较靠谱 好 那我们在等待 这个子弹飞的这个过程当中 假如说韩国瑜确实铁了心不选 请教一下唐女士 你觉得接下来 这个国民党候选人 产生问题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其实韩国瑜如果不选 那可能就是初选就单纯化了 反正是单纯化 就是照原定的这个 计划做 对 原定的计划 就是七三笔 这个民调是七成 然后党员投票是三成 那可是重点就是说 韩国瑜从这个作教的 变成台教的 因为大家现在都希望 他是作教的那一个 那么对国民党加分的作用 恐怕会失色不少 因为今天大家都说 母鸡拉抬小鸡嘛 但是你的母鸡 如果没有给大家 这个选民很大的希望 对你寄予很大的厚望 然后顺便拉抬了 小鸡的投票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认为韩国瑜 当然你说他会不会 为国民党的选情加分 当然是会 但是作用显然会比 他这个当这个来出来选 要少了很多 要少了很多 那我必须这样不客气地讲 以目前的民调趋势来看 就算韩国瑜下来选 国民党胜选的几率 也都只有五到六成 如果韩国瑜不选的话 国民党离胜选 我认为是有非常大的一段距离 我为什么这么讲 你从民调数字看起来 韩国瑜目前 获得这个台湾人支持的 这个比率大概是四成左右 可是你再去看看 我们看看目前民进党出来的 这个如果赖清德坚持初选 那么很可能赖清德 是民进党最后出现的人 那赖清德是最后出现的人 然后呢 这个柯文哲看了半天 你韩国瑜又不出来了 这时候他又燃起了希望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柯文哲 赖清德跟这个国民党 不知道哪一位 现在看起来目前 比较机会大 是朱立伦 这三组人马来看的时候 其实我认为 这个国民党要赢的机会 是小的 为什么 因为绿赢的基本盘 也就是说 有人说柯文哲是白的 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是白色去掩盖了他的墨绿的底 那么我也听到非常多的中间选民说 如果这个韩国瑜不出来的话 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投给国民党 我们可能就去转向支持柯文哲 所以我才讲说 即便是韩国瑜出来 赢的可能性也不过就是五到六成 那如果韩国瑜不出来的话 由于这个其他的传统型的政治人物 要吸纳中间选票的这个吸引力 是相对小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2020这一局 可能就更没有细唱 那我们看到近期台湾媒体上有风声 说郭台铭是不是有可能 跟韩国瑜搭档来参选2020 王社长 这个是外界的一厢情愿呢 还是说的确是有可能的 这样的一个大事 基本上都一定要本人现身说法 那如果本人没有现身说法 而是旁人帮他这个坐驾 或者说是帮他代言 甚至于帮他酝酿一些 或者说是制造一些环境氛围 我个人的看法 这些都不足以采信 换言之 现在有关于郭台铭先生 要出来参选的这个事情 基本上都都是一个假议题 那这个假议题 那他是不是会成真 当然有很多人说 比如说郭台铭最近 成立了这个Nine的粉丝团 他正在用这个Nine的方式 在集结这个他的粉丝 当然这是一个说法 可是一个企业界的一个老板 那他有广大的股东 那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 做解释的话 难道他不能成立粉丝团吗 当然一个政治人物 成立粉丝团 他的这个可能性或者需要性比较大 那一个企业公司的一个老板 他的这个成立粉丝团的这个需要性 是比较小 那可是呢 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 他的发言 甚至于他在一 大概约莫一年多以前 他说他参选的这个可能性只有百万分之一 那如果说他这句话的保鲜期还存在的话 那他是不是有参选的可能性 大家应该就非常清楚了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这个鸿海也好 富士康也好 在大陆在台湾 都是一个企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龙头 台湾他是一个非常仇富心态 这些台湾的年轻族群 他们处于一个低薪状态的人 他们对富有的人 他们是抱持着一种仇恨跟敌对的 所以我说啊 这个郭台铭如果要参选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是一个聪明的人 他想到这些我认为他会为之却步 那至于说是韩郭沛或者是郭韩沛 如果前面是一个假议题的话 那这个议题根本不存在 那假设前面是一个真议题的话 韩郭沛那我要请教一下 郭情何以堪 我为什么要变成富 那变成郭韩沛的话 韩说我的这个民意支持度那么高 我为什么要屈居你之下 那我还不如兑现我的竞选承诺 好好做四年的高雄市长 不是很好吗 免得里外不是人 好的 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和点评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还给福州演播室 好 谢谢管一 谢谢台北演博士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新闻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河南 选好赞六贵符 全国连锁新人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具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3月22号至28号 高雄市长韩国瑜率高雄市参访团 参访香港 澳门 深圳和厦门 这一次经济之旅取得了阶段性封锁成果 受到台湾社会高度肯定 然而在韩国瑜参访期间 以及回到台湾之后 民进党当局和绿营群起公知 上演了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记码 而韩国瑜则是四两拨千斤 没有让绿营讨到半点便宜 我们来看本周的台湾大号王 欢迎来高雄 来的越早 赚的越多 所以未来希望从高雄能够打开这个门 既要拼经济又要交朋友 也要帮高雄找出各种可能的活路 我只有建议他们做到八个字就可以 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搭击跨海峡乘车走大桥 坐船进蛇口高铁赴厦门 这样的行程安排看似不着痕迹 实则意味深长 韩国瑜不仅亲眼见证了大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 雷雷硕果 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叙事待发 也看到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 所到之处近时欢声笑语 不过大约是木秀于林封闭催之 绿营政治人物掀起了轮番上阵隔海追杀的大戏 百分之百拼经济的经济型 这一次呢反倒是以经济为名在拼政治 韩国瑜访问期间跟中联办主任见面 绿营无端质疑有所谓卖台嫌疑 抹黑扣帽子之余 民进党当局还寄出了权力威慑 要求韩国瑜返台后补充报告 威胁对其处移五十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蔡英文更是加码 要求台湾方面陆委会 严你所谓韩国瑜条款 以限制岛内县市长政务人员 赴港澳的申请流程及行为 26号 人在厦门的韩国瑜对蔡当局的动作 重炮回击 你看我们这些团员表情 会像害怕压力的样子吗 不会的 像我们在外面拼了52亿新台币的订单 那现在台北方面要罚我50万新台币 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韩国瑜港澳身下刑收获满满 让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和他的儿子陈志忠如坐针毡 27号上午陈志忠去暗邻控告 韩国瑜涉嫌所谓外患罪 走进中联办的那一刻 韩市长的行为就等于是默认 接受了一国两制 人在厦门的韩国瑜忍不住出言反击 我觉得陈志忠议员为什么不到法院去暗邻自首 他也没犯了外遇罪 当天晚上 陈水扁在社交媒体上开直播 大骂韩国瑜25分钟 竟诅咒韩国瑜要死自己去死 28号韩国瑜反抵台湾 对陈水扁父子的荒谬言行表示实在难以理解 陈水扁并没有因此收敛 30号他再度发视频 声称有人担心激进的韩粉可能对他不利 要他不要出去公园散步 大家都出手了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也不甘落后 他针对韩国瑜28号回到高雄小港机场时 让随护把他举起来一事冷嘲热讽 我当所长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我觉得这是滥用我们的警力 非常对不起警察 这是很不好的示范 这是一种当帝王的心态 不过苏贞昌在韩国瑜面前也讨不到好 这一段时间当个高雄市市长 一年喝醉酒300天 然后卖台 然后当皇帝 每一天用小牙签这样戳 到底目的何在呢 所以我奉劝苏贞昌院长 好好把台湾经济带上去 莫忘事上苦人多 与绿营的抹黑公鸡不同 普通高雄市民对韩国瑜做的究竟如何 是看在眼里的 他真正在做事情 然后一天睡个三四个小时 人家说他去那边卖台 他是真的卖台吗 请问一下 有谁看到卖台 高雄而已 就要卖台 笑死人 我请这些 有让韩市长 替他们出道力的 我求求你们 龙渝民 出来为韩国瑜出声 我们台湾才有救 下一节 我们将带您关注 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美国 特朗普怒了 本周五他表示 可能会在下周关闭美墨边境 那么30号 美国国务院也宣布将会切断 对于中美洲的撒瓦多 威地马拉和宏多拉斯三国的经济援助 特朗普政府是否要动真格 知识评论员苏小辉 给您带来深谨分析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陈河南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中邦话题 强调 美国利益优先的特朗普 自上台以后 非法移民问题 一直是他的眼中钉 美国国务院30号表示 美国将会切断 对于中美洲的撒瓦多 威地马拉和宏多拉斯三国的经济援助 以惩处三国在打击非法移民 越境入美问题上的毫无作为 此前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向墨西哥政府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称 如果墨西哥政府再不解决 非法移民和毒品涌入美国的问题 他很可能会在下周关闭美墨边境 特朗普更是信誓旦旦强调说 自己不是说着玩的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30号表示 在国务卿的指示下 他们正在执行特朗普总统的命令 终止2017年和2018年制定的 对萨尔瓦多 威地马拉和宏都拉斯 这三个国家的援助计划 据了解 美国的援助计划 本来就是用于解决 这三个国家暴力的根源 以促进其人民的发展和安全 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 一项调查显示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 中美洲地区 共获得了约13亿美元的援助 其中绝大部分分配给了 这三个国家 除了终止对这三个国家的 经济援助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谴责墨西哥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帮助美国阻止非法移民 29号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受访时 再度猛烈抨击墨西哥政府 还连发三条推特 提及这一话题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指责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 曼努埃尔 佩洛斯 奥夫拉多尔 29号回应 墨方正在尽力应对 非法移民偷渡 我们想与美国政府 保持良好关系 墨西哥外交部长 马赛洛·埃布拉德 则在推特表示 墨方不受制于威胁 是美方最好的邻居 据了解 墨西哥是美国 第三大贸易伙伴 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美墨2018年双边贸易总额为 6120亿美元 圣洁哥奥泰梅萨商会主管 阿莱·杨德拉·麦尔特兰认为 关闭边境将在许多领域 产生破坏性影响 可能迫使墨西哥企业 最终转向亚洲市场 从长远看 美国无疑将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前首席法律顾问 莱格姆斯基则表示 总统有权关闭个别入境口案 但如果全面关闭边境 则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北京演播室 我们要请教在那里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我们要和您共同来探讨 美国方面的话题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动言说 要去封锁美墨的边境 也不是他第一次说 要砍掉对于中美洲三国的援助了 但是这一次看起来 像是要动真格的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促使特朗普这一次 可能会来真的 请教您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上 有他政策的一致性 不管是从竞选期间 还是在他执政之后 就相关的问题 政策的走向 一直是非常的清楚的 态度也是相对的坚决的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看来 要解决移民和难民的问题 是他执政的重要的特征 也是他对于支持 他的选民的重要的承诺 而当前突然在相关的问题上 加强立场 背后有几个影响的 相关的因素 第一个相关的因素 是在近一时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移民难民的政策 与民主党之间 展开了一系列的博弈 其实我们从去年年底 到今年的年初 一直观察到 两党之间 就相关的政策 以及拨款的问题 在进行斗争 也引发了美国历史上 最长的一次政府关门 而双方之间进行博弈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仍然被迫 以国家紧急状态 来为他的建墙的主张 来筹集资金 所以在当前 他希望通过一切的方式 向民众表明移民和难民的问题 边境的安全的问题 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而由此对于民主党 来施加政治上的压力 而另外一个因素 是近一时期 美国国内的一些政治的动向 近一时期我们观察到 所谓的通文门的调查 应该是告一段落 而从相关的调查报告的 内容的指向来看 并没有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加以联系 某种程度上 证明了特朗普的清白 所以在这一方面 压力减轻的背景之下 特朗普认为 他可以在其他的政策上 更大力度的发力 所以在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上 有所推进 这也是他当前的立场 较为严厉 而且是坚定的背后的支撑的原因 那我们要注意到的是 美末之间的双边贸易额 是每年高达六千多亿 关闭边境 对于双方的影响都很大 那特朗普 为什么还要这样 威胁墨西哥呢 请教您 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动向 应该说可以看出 它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方面的考虑 还是希望墨西哥 在相关的移民的问题上 更多的对美国进行配合 包括防止移民 大规模的涌入美国 以及呢在美末边境建墙的问题上 给予美国一定的财政的支持 而对墨西哥放一些狠话呢 也是希望对方 能够看到美国的利益关切 此前呢 墨西哥方面 一直对美末边境建墙 以及特朗普的移民政策 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而当前呢 特朗普呢 仍然在试探墨西哥方面的底线 而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美国来说 移民和难民的问题呢 在近一时期呢 似乎又进入了民众的视野 其实从去年10月份的时候呢 就有大批的难民潮 要涌入美国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种大鹏车的车队 而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在美国国内呢 也引起了一定的警惕的情绪 所以在当前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向民族证明 他有心要解决移民和难民的问题 并且呢 要求墨西哥 这个重要的邻国 来保证美国政策的落实 来保证美国边境的安全 而另外呢 双方之间的一系列的纠葛呢 也不仅仅存在于移民政策的方面 其实美墨之间呢 在贸易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仍然在展开博弈 包括当前呢 美墨加三边的贸易协定 仍然在批准的过程中 墨西哥呢 对于相关的协定呢 也有一定的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在美国总统看来呢 当前对墨西哥施压 也有利于美国政策的整体推进 谢谢苏女士的分析点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要继续相关话题讨论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战线 大家好 我是陈和南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美国终止援助 中美洲三国的相关话题 要继续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我们要继续相关的话题 特朗普以中美洲三国 拿钱不办事的理由 决定终止对于他们的经济援助 这对于缓解 或者是最终解决 非法移民问题有帮助吗 中美洲非法移民的问题 又为何如此严重呢 请教您 美国希望解决来自于中美洲的移民的问题 并不是近些年才有的政策的动向 在2014年的时候 当时美国就推出了相关的计划 希望通过加大对中美洲的资金的支持 使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等相关的进程 能有良性的发展 进而呢 从根本上解决移民和难民的问题 但是这样的一种政策呢 耗资巨大 对于美国来说呢 确实是财政上的负担 而从效果来看呢 不能说这样的投资 没有任何的效果 但是呢 确实并没有从根本上 恶阻移民和难民 这些中美洲的国家 移民和难民的问题呢 确实也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一方面呢 一些民众离开家园 并不仅仅出于经济问题的考虑 也出于一些其他方面因素的这种考量 而另外呢 对于这些人来说呢 到其他国家来获取生活 是他们既定的走向 而并不因为美国的投入多少会发生改变 所以美国当前呢 也在进行一系列的政策的考量 尤其对于特朗普的这样的一种 有一些不同的背景 不同于美国传统精英层的 总统来说 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一些现实的利益 包括美国的投入产出比 以及美国政策的可持续性和延续性 所以呢 在他就任之后呢 对相关的投入的政策 就一直提出异议 在他看来呢 花这一笔钱 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 反而呢 是一种打水漂 是一种浪费 所以呢 他希望调整美国的政策的走向 而在他看来呢 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解决问题 远比这种长期的投入 更能展示他的政绩 也更加有效 所以当前呢 美国对于中美洲的投入 在逐渐的减小 美国面临的移民和难民的问题 美国和中美洲国家关系的问题 仍然对于美国的对爱政策来说 是重要的考验 好的 感谢苏女士的分析点评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 栏目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 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今天